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Lookup部分 當然我今天希望查到的結果是這樣 其實非常簡單 左邊的部分是資料來源 右邊的話有點像一個查詢的介面 其實這兩個其實是可以放在不同工作表 因為為了方便我把它放在旁邊 你其實可以把它放在不同工作表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填005好了 它等於是一個Key 這個Key呢我希望縱向的方我放資料 可是它原來知道是橫向的 有沒有就把這個005的這個這個這個搬到哪裡呢 姓名的部分搬到這裡 總銷量呢搬到下面 本來是橫向的現在變成縱向的排列 就一直往下放 而且最好是什麼呢 上面做一個下拉清單好了 直接上面呢如果有多少個編號 自動就下拉清單 然後你就選一個自動就把資料帶過來 這樣的話怎麼做 那如果我們第一個先解決什麼下拉清單部分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做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的話呢最簡單的做法 我的習慣是 一把這邊呢編號部分先建一個名稱好了 我們用名稱來做下拉清單的編號 那這個編號呢首先第一個 把編號這一個欄裡面所有資料先選取 接下來的話呢到公式裡面喔 從選取範圍建立 公式喔從選取範圍建立 那它的名稱的話呢在頂端列 所以呢我就把編號當成它的名稱 下面是它的範圍按個確定好了 好那這樣的話呢接下來第二個是 到那個輸入查詢這邊喔 那我就油表放這裡之後 切到資料裡面 特別重要是資料喔 剛剛是公式嘛先建一個名稱喔 切到資料裡面的話找到資料驗證 資料驗證裡面喔特別注意喔 它的預設值是什麼呢 預設值是任意值 什麼值都可以輸入 但是我現在希望把它變成清單 那清單它會問你說 喔你要一個清單是不是 那請告訴我你的清單的來源在哪裡啊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建一個編號的名稱喔 所以這個時候請你按F3 F3呢會幫你跳出什麼編號 那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編號的資料放到清單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邏輯有點像 我把它變清單 所以它會多一個箭頭 下拉的箭頭 那當你點下它的時候呢 它會到這個名稱 找到這個名稱的範圍 就是這個 幫你把這個東西呢 放到這個箭頭裡面 變一個下拉的清單 大概這樣邏輯喔 好OK 好那我們來續一下 這樣就OK了 來確定一下 這個時候點下去 誒有沒有發現 001 002 003 一直到008 這樣就OK 當然這個範圍目前是固定的 以後如果你是不固定的話 你甚至可以選整欄啦 整欄如果資料增加 它就自動會幫你補上補上 OK 而且還蠻方便的 以後如果說這樣的下拉清單 再來就自動帶出 比如說我要001 誒 現在沒有001 所以你要怎麼樣把資料 帶過來 OK 你總不可能說自己手動吧 佈置貼上 不是吧 所以呢 方法喔 至少會有 後面的話呢 你可以用至少幾個函數啦 所以呢 底下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我要自動抓資料 最常用到一定是 插入函數裡面的什麼 那個檢視與參照嘛 Viro函數應該大家都會 不會啊 好沒關係 不過特別是喔 Viro函數是 檢視與參照裡面最重要的 它剛好在檢視與參照最下面 就最後面這個 因為工作裡面這個是最常用到的 它等於是幫你查資料 那什麼意思 就是幫你把資料從這邊 啊 查的話它一定是查編號 查到編號幫你代入其他的欄的資料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 你可以使用Viro函數 那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用什麼呢 我們這邊還用到Lookup函數啦 Lookup L開頭的 Lookup 好 所以待會喔 我們大概會用最重要的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呢 你可以用index 欸 index 那四個的話 indirect 大概會這四個啦 你講說 老師那用Viro函數就可以啦 不過喔 其實很多地方 你用Viro函數是做不出來的 那做不出來怎麼辦 你就要有別的招了 OK 那別的招什麼招呢 就是你要用第一個啦 不用Viro函數 你用別的函數 像什麼呢 剛剛舉的 index indirect 這些都可以取代 或者是用VVA也可以啦 所以呢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剛剛講的這四個函數 還有第五個就VVA 可以 那待會我們一樣的喔 我們可以把比較重要的把它再練習一下 然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舉一些例子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喔 要抓資料的時候 那我該用什麼方式來抓 當然喔 最後發現喔 現在想不出其他的那個函數的話喔 可能用VVA有時候反而是最快的 VVA自動幫你抓過來就好了 不過我們按部就班啦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那個下拉清單先做出來 OK喔 那再來的話就是試著呢 抓資料 也許第一個 你把這個工作表複製一下 Ctrl 先按住喔 複製一個 那這個的話呢 也許叫做Viro函數好了 用Viro函數 同樣的範例 但是呢我拖拉過來 改成叫Viro函數好了 試一下 那再拖拉過來呢 叫Index 再拖拉過來呢 叫Indirect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函數呢 試做看看好了喔 雖然結果會是一樣的 不過就是 至少你要學會 怎麼去使用這些函數喔 幫你完成你要的工作喔